成都大运会的赛事在8月8号中午全部落下帷幕 成都大运会刷新22次赛会记录 无愧为小奥运会之称 本次赛事中射击、游泳、田径等项目 共被刷新22次赛会记录 在奖牌榜上有50余个国家和地区登榜 一、游泳项目是成都大运会刷新记录的大户 这得益于众多高水平运动员的参赛 在如今的国际泳团 秦海洋在男子挖泳 张宇飞在女子蝶泳上面 已经具备了十足的统治地位 不久前的福岗游泳市井赛上 两人分别拿到四枚金牌和两金一银一铜 获得影势 bliver用的 特赛三侏 发展 张宇飞得一个粉丝 那追到45两年 口 YetTI lifetime 军了 结束福岗市井赛后 青海洋和张雨飞 马不停蹄地赶赴成都大运会的赛场 他们的参与 让成都大运会的游泳比赛 堪称世界级 彻底点燃了外界的关注度 从东京奥运会首秀哲己 到市井赛新科挖王 从不被看好 到在雨归来成为众人追捧的星星 这条路你走得辛苦吗 你觉得 怎么说就是一路走来 就是走的时候 真的是感觉非常非常的辛苦 不过现在回首看的话 其实都感觉以前那么难的 那么艰难的时候都停过来了 我觉得把竞技体育的道路 形容成登山 就感觉非常贴切 当我从九曲十八弯 就是这么一条路来到山顶之后 可以说是一览中山小的绝顶风光 我也就是非常的庆幸 就庆幸我自己从没有放弃过 好的比赛开始 人比谁强到现在进行的是 女子五十米最二终的国赛 这一公式比较大 此外 日本队 斯洛伐克队 巴西队和波兰队 也都有选手在游泳项目中 打破过赛会记录 这也让成多大运会的泳池大战 时刻都精彩分成 2. 田径比赛 也是好戏联台 在田径赛场上的王中王大战 男子白米飞人大战中 亚迈加队选手戈德森 和南非队选手马斯旺加尼 分别获得金银牌 两人都是白米项目中的希望之星 此前分别创下了 9秒94和9秒91的个人最好成绩 尤其是马斯旺加尼 师从美国短跑传奇名将 卡尔·刘易斯 被认为未来不可限量 有这样级别的选手参赛 成都大运会男子白米飞人大战 可谓是精彩刺激 同样精彩的 还有田径男子400米大战 葡萄牙队的阿根斯蒂尼奥 澳大利亚队的霍尔德 双双打破了封城26年的赛会记录 除此之外 这场男子400米决赛的 8名参赛运动员中 有6人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 可见比赛何等的白热化 冲过终点之后 双双打破记录的阿根斯蒂尼奥 和霍尔德紧紧拥抱在一起 两人都有其逢对手后的 惺惺相惜之感 3女篮决赛成经典中的经典 中国女篮在成都大运会中 展现出了一往无前的气势 和团结一新的精神 缔造了一场又一场的经典 精彩的比赛 是由双方运动员共同构成的 尤其是那场扣人心弦的女篮决赛 感谢您的双方远 因素 使用比赛 大几岩 如果没有日本女篮在内线完全处于烈士的情况下 咬紧牙关不言放弃的拼搏 比赛质量也会大打折扣 也正是因为决赛的高水平对决 才让中国女篮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显得更为可贵 不少球迷都将其与此前女篮亚洲杯上 中国女篮险胜日本女篮的经典战役相提并论 就连道场观赛的冬奥冠军古爱玲也直言 成都大运会的比赛太精彩了 今天哭了是吗 我最后的时候怎么哭了 现在笑得那么开心刚才是哭了 刚刚那一刻可能太感动了 然后给自己喊得有点缺氧了 然后缺氧脑子不好使可能就不太哭了 谁出的独意什么意思 这是谁 就是偷都告诉你们 我们好几年前就这样 然后怎么好成这样 我们其实分开等级 但是都在不同的领域上 各自的努力加全海发光 我也经常关注他的比赛 你把熬你耳末 四 世界级水准的还有体操等项目 在这一次体操比赛中 中国队和日本队都基本派出了 巴黎奥运会周期的主力选手参赛 四川级的奥运冠军邹靖元 在个人单向的双杠决赛中 拿出了一套崭新的高难度动作 让人耳目一新 又熟悉邹靖元的相关人士表示 如果邹靖元在这一次双杠决赛中 继续使用以前的动作夺冠毫无问题 但他就是要在成都大运会上挑战难度 挑战自己 最终邹靖元高质量的完成了 这套难度高达6.9的动作 以16.066的分超高夺冠 同时也为成都大运会增添了一个经典时刻 除此之外 连续刷新赛季最佳成绩的吴燕妮 在女子反驱攻团体决赛 打到附加局才决出胜负的中韩女射手大战 面对强大的中国乒乓球队 打出气势的日本队选手出责信家 在400米篮和男子4×100米接力中 表现抢眼的土耳其队选手内奇尔 他们既是大学生 也是运动员 更是释放激情 传递友谊的青年使者 不舍这12天的短暂相聚 这场高水平高质量的赛会 也必将是他们人生中难忘的记忆